什么意思啊 明天哥们上班了 真找到工作了 真上班了 不是真找到工作了 还是开玩笑啊 不是真上班了 我真上班了 这个 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你猜 那还有哪啊 是不是这个 还没还没官宣 哥们先给你们官宣 是不是这个 足足 对 真上班啊 怎么说 333003 有没有面子 说句话 不过我说实话 我应该是明天才去基地 明天才去 明天才去基地上班 因为我 我就昨天去看了一眼 他们训练赛 我说实话 现在RNG的 问题还是蛮多的 就是队伍的问题 是蛮多的 需要时间去调整 你去解决 需要 也不是说我去解决 就是 我肯定是要想办法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队伍的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 确实有点多 给我时间又很短 你知道吗 现在其实因为 20 我可能28号就要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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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 对 要正式上去了 所以 现在几号了 今天24了 我可能后面 没几天训练赛 很赶 对很赶 所以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明天可能就得去了 Let me 他们在问Let me 没有 那Let me怎么说 Let me我是 因为Let me应该 他可能会回去 回去做直播 就是 我也跟他聊了 其实我也看了 他的一些 执教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说实话 Let me的BP 执教都没有太大问题 都很正确 而且选手其实也是觉得他复盘什么都很好 只是Let me现在就是 就是他自己 他跟我说 他现在因为年轻教练 和选手的一些沟通 还不是特别有经验 所以他自己觉得现在 做教练和做直播 他更可能还是更擅长去做直播 对 我也跟他聊了很多 我跟他聊了挺多的 他跟我说了都 因为我自己亲眼去看了 我看了Let me的一些 包括训练赛的BP 包括训练赛的一些复盘 都很好 确实都很好 因为他自己是职业选手 他自己做的都很好 这方面肯定说实话 对 专业性 专业度 专业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之前Let me去当教练之前 就是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只担心他一点 就是他和队员的交流 还有沟通方面 会有一些难度 因为首先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其次就是我了解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也不是那种 很能去跟队员聊天 就这么说吧 他可能还是一个 他的性格可能还是一个队员的 他自己可能都还是一个队员的 对 所以他的视角里面 可能还是队员的视角 但是教练员是这样的 其实教练员有很多 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能量 你有多大的专业知识 你就能交给选手的 你的沟通的 就是你沟通的效率 和你沟通的成本 都是计算在你 就是你的工作范围之内 有的时候 不是说你懂多少 选手就能懂多少 而是你要有多少的转化率 很关键 就是你说的东西 你选手能不能听进去 你说的全对 但是选手一点都听不进 那等于没说 所以我和君泽 其实也聊了很多 其实君泽 其实自己 其实是很喜欢当教练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他觉得现在目前来说 直播 而且他直播压力也很大 首先他自己的 直播压力也很大 其次 他现在就是和选手的沟通 没有那么快能达到 那个 就是老教练员的那种程度 所以他自己 是要时间去 去积累 去沉淀的 但是可能他现在 也没有这个特别好的条件 因为他本身还要做直播 他压力也很大的 对吧 每天真的很辛苦的 你知道他早上起来直播吗 我知道 他早上起来直播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他自己 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 我自己还挺尊 就是感觉挺尊重他的 因为他 说实话 他 基本上用了所有的时间 额外的时间 早上起来 你这么辛苦 那像这种 像他这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私人时间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完全没有娱乐时间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他现在是完全没有 而且你想 他每天都在 就是他 说实话 他 大家都知道有家庭了 已经有家庭了 已经有家庭 而且他最近又不能回家的 对吧 小孩也在那 但是他完全没有时间去照顾 就放假回他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 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自己想一下 就是可能现在 就是一个是沟通的成本 特别高 就是不太好 不太好去 就是现在短时间之内 就把这个问题 就是传输给选手的这条 这条传输带 给做顺畅 或者说 转化率给提高 那与其这样 还不如现在目前来说 还是去专心做直播 就他 他自己是目前是 就是我跟他也 就是我们都关系很好嘛 所以平时都 都我去基地也跟他聊了很多 就讲了很多东西 包括最近队伍一些情况 也在跟他做一些交接啊 沟通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也挺好 他这个说实话 也是一种对于自己来说的 一种多角色的一种尝试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吧 可能 我跟你说 是这样的 他有了这个经验 他以后如果还有想法的话 做什么就简单了 对完全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 我觉得 因为我去看了 君泽确实复盘啊 BPR都很棒 都很棒 我看了他平时在训练 因为我去了两天了已经 我去看了 基地看了两天了 我觉得还不错 就特别棒 包括选手也很认可 他的复盘的一些内容